在一些村庄里常常会有很多养着大户的存在 可是我们经常听说的也只是养猪场或者养羊场 而只要听到牛好像都是在什么大草原或是新西兰的牧场 但是养一头牛的利润就在4000元以上 为什么没有很多养猪户去养牛呢 今天小豆芝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不话说360行行处状元 不管是养猪还是养牛都是发财的好机会 但是更多人选择养猪而不是养牛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养牛需要足够大的草地草地和水源地 毕竟我们一般听说的都是放牛不是放猪 每天在野外放养是更适合牛的一种生存方式 其次养牛的成本要远高于养猪 一头四五百斤的两种公毒需要1.5万元左右 算上饲养成本基础建设等 一头牛所需的成本要2.5万元 而一头30斤左右的子猪也不超过1200到1300元 养到初来 饲养成本和基础建设加起来 成本也不会过3000元 养一头牛的钱就可以差不多养十头猪了 所以养猪的入行门槛更低 第三 母牛的繁殖周期比较长 牛只有在饲养管理特别好的情况下 才能达到一年一胎 而猪在同样情况下 一年可以产2.5胎 回报周期更短 所以对于本身没有太多资金的人们而言 养猪这样投资更小 收益更快的产业 比起养牛确实是更好的选择了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